最近,备受大家关注的中国跳水队的未来潜力之心全红蝉,再次因为一些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 首先是他前几天被拍到疑似伤病,状态不是很好,精气神不足,于是有球迷呼吁他趁早休息,有伤在身的话,早点治疗。 由此牵挂出了,他前段时间背上鼓着大包还要参加比赛,这一让人心疼的画面。 要知道,他今年也才16岁,正是职业发展的好时期,应该以身体为第一来考虑,可持续地去提升能力,而不是过早地消耗。 毕竟伤病一旦形成,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职业发展,退役之后甚至会陪伴着他终生。 有球迷十分心疼这个小姑娘,然后十分好奇地对全红禅目前的一个工资做了一下整理,才发现全红禅作为知名世界冠军,国家队的潜力新人,目前的工资也不过一个月才一万五千块钱。 虽然放在他出身寒门的背景来看,这一万五千已经很多了,是曾经在农村的他一辈子也可能到达不了的月薪,但今时不同往日,他强大的实力以及知名度,还有为国拿到的冠军,都配得上这个工资。 毕竟作为运动员,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并不长,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,一万五千并不多,这还是由各种比赛奖金,金铁补助等等加起来,才到的一个数字。 当然,也有人好奇了,现在是全民追星年代,全红禅也有很多粉丝,甚至知名度非常高,应该随随便便一个广告,就可以收入上千万了吧,再不计也是百万级别的。 但据了解,目前全红禅自己并没有单独接什么广告,基本上广告都是国家队和对方商议的,所以自己只能拿很少的分成,并不怎么赚钱。 所以,全红禅在国家队,目前还是个穷人。 好在,还有好消息传出来,那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,全红禅有可能会被北京大学这个高等学府破格录取。 要知道,拿到一些重要比赛冠军金牌的运动员,是有资格在一些知名高校就读的。 比如,女排的很多运动员,就都喜欢去北京师范大学习读书,而全红禅目前的资历,已经足够选择足够好的高校。 但此前她一直忙着训练,比赛,而且年纪确实太小了。 等明年巴黎奥运会之后,她如果可以继续夺冠的话,刚好也是青葱的年龄,说不定会北京大学学习。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自己眼界的机会。 届时,更加成熟,而且有学识有奖牌傍身的她,再也不会为赚不到钱而发愁了。 期待着全红禅,能在巴黎有光明的未来。